联昌国际CIMB Bank 泰国业务呆账翻倍 这个分析是由丰隆投资研究银行所提供的 丰隆投资银行给予它的目标价是 4.35仙给予守住的品级 根据1月22号的行情呢 CIMB Bank的币市价为3.98仙 起落为跌了2仙 当天最高价是4.01仙 最低为3.97仙 成将料为961万4千7百股 CIMB 52周新高是5.17仙 而52周新低是2.90仙 对比CIMB联昌国际业务的预测 2021年的净利息收入为98.6505亿令吉 核心净利为14.753亿令吉 核心每股为15仙 本益比为26.6 周期率为1.5 2021年呢 风龙投行觉得净利息收入会有所增长至101.465亿令吉 而核心净利也会上升至34亿.485亿令吉 2021年核心每股盈利为34.2仙 对比15仙 2021年是有很大的增长 这是由风龙投行研究所给予的一个预计 本益比会到11.7倍 周新利会达4.4% 2022年净利息收入会到104.107亿令吉 核心净利则会到42.339亿令吉 核心每股盈利%是40.6 本益比为9.9 周期率率会达到5.2% 这些都是由风龙投行研究所给予的一个预估预估收入 CIMB联仓国际股价走势 18天平均价为RM4.129 40天的平均价为RM4.122 最近呢 它面临了一个小小的浮动 也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呢 风龙投资银行觉得 它的最巅峰如果 就会保持在4令吉35仙 18天平均价为RM4.129 40天的平均价为RM4.122 然而 风龙投资银行给予的目标价为4.35令吉 给予守住评级 因为它一直无法突破 它的缺口继续往上升 CIMB Bank联仓国际的最新进展 碍于更高的贷款拨备和总收入下滑 联仓国际CIMB Bank代号1023主板金融物 持股近95%的泰国联仓 2020年末季净2亿9千万泰铢相等于3891万令吉 全年来看 在贷款拨备增加60%下 泰国联仓净利按年萎缩了 大约27%至12亿泰铢 约1亿6千099万令吉 风龙投资银行 行家建议 剃除不良贷款销售后 泰国联仓末季亏损约2亿9千万泰铢 进而造成全年净利下滑27%至12亿泰铢 这符合我们和市场的预期 分别占全年预测的102%至104% 按年比较 泰国联仓在末季面临亏损 归结于不良贷款翻倍的增加 其总收入也因净利息赚幅下滑了60%基点 净贷款减少了4% 手续费萎缩约51% 投资收益滑落约86% 而下错了14% 整体而言呢 尽管泰国联仓贷款波被增加了60% 但这一冲击受到收入增长与支出增长的比例呢 成正数缓冲 所以投资者无需太过于担心 丰隆投资银行认为呢 泰国联仓的净利赚幅会在接下来数个季度逐步的恢复 因泰国中央银行似乎倾向暂停货币宽松的政策 另外呢 现实疫情拖累的贷款业务预计会在未来的6至12个月内呢 增加成长的速度和幅度 至于联仓国际银行CNB Bank的资产质量 由于泰国央行将借贷人的救济措施延长至今年2021年6月 这有助遏止不良贷款率持续的恶化 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你们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